剛裝潢好浴室 蓮蓬頭管線整條燒起來 甚至冒出火蛇突然自燃 設備還是全新未使用 沒送電的時候是0.02 然後對地 來來送電喔 一開熱水器測試 電流跑到116 還能看到牆上 水龍頭附近整片燻黑痕跡 怎麼會漏電 其他師傅分析 可能在施工過程出問題 可能電源的管線在後面 那像我們在鑽這個的時候 它是會有打地虎 鎖螺絲 那有可能去鑽破管線 看看浴室環境 上方白色電盒 代表牆後有線路 因為通常設有排風扇或熱水器 懷疑在固定設備時 鑽到電線破皮 銅線和螺絲接觸產生回路導電 外面有一個金屬皮膚 那它在漏電的時候 它整個管線它會持續發熱 那發熱的時候 那裡面這一個塑角 那因為溫度過高就會燒起來 尤其浴室算單獨回路 電閘有規定得裝漏電斷路器 PO上狀況會自動跳脫 可能設備也故障 假設有漏電的時候 它可以藉由接地線 把漏電的電源導出去 可能沒有接好 或者是接的位置不正確 確切原因還得等檢查後 才能確定 幸好當下沒有人開水或淋浴 否則漏電加上水流 後果難想像 TVB新聞宣布姐黃靜穎 新北市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